阿们 我们一同来看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 民数记35章 民数记35章 1节 到3节 我们一同来读 耶华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小羽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 把些城给利为人居住 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为人 这城义要归他们居住 城义的郊野 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深处 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 阿们 我和各位 要去提问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 希望大家常常在所有的事情上 去提问神您的绝对计划是什么 特别是在我们人生的旷野路上的时候 我们得知道神的绝对计划 并且持定住神的绝对计划是最重要的 我们人呢 有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啊 或者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几乎都会本能性的去怎么样想去 怎么样判断呢 几乎本能性的就是按照我所学过的 我所体验过经验 我的经历 或者在我里头的刻意呢 拿着那些来 我来想 来判断 去决定 然后去行动 所以我所带着的知识 我学过的 我听到过的 还有我拥有的 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 并且 在我里头刻印下来的 这个就成了我里面的基准 所以人呢 会本能性的 如果发生了问题 遇到了什么事件的时候 拿着我的知识 拿着我的体验 经验 拿着我的刻意 刻意去想 去判断 去行动 结果呢 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被这样的成见所抓住 被这样的偏见 所抓住 然后会选择不信仰 然后过上这样不断失败的人生 所以呢 为什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那个时候我在这儿 犯了错呀 我失误了呀 哎呀 太后悔了 或者 不是我 就是那个人 就是因为那个人 真的就是因为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 我才吃了苦头 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呀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 让我变得这么辛苦呀 这个问题该怎么样解决呀 那个人我该怎么拿他好啊 从人的角度来看 拿着我的知识 我的经验 我的体验 去开始想 某些事件或者问题的话 不知不觉的 我的肉体活过来 然后呢 相反的 我的属灵的状态 会完全倒塌下来 真的很奇怪 就是上了那么久的教会 听了那么久的福音 听了那么久的话语也是 我的知识 我的体验 经验 我的刻意 陷入那个瞬间 然后我的肉体完全活起来 像不幸者一样 去思考去判断 像不幸者一样去讲话 但是呢 就像今天的题目一样 神分明活着 绝对主权者 神 他在引导着我的人生 神所允许的这个问题 这个事件 在这个情况之中 这样的状况之中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神分明有理由 神分明有计划 那么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开始提问的话 从那个瞬间起 我们的灵就会活起来 我们的灵活起来的话 我们的属灵的状态 也会活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计划 我们可以发现神的引导 我们可以得胜 能够享受这一切的祝福 这个是多么 错错的多么的荒谬呢 就是我的知识 我的经验 我的刻印 你会发现 我凌晨祷告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讲了嘛 我以前就上神学校的时候呢 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就是刚从军队退伍 不到两个月 然后也没有工作 当时就特别特别困难 没有吃饭的饭钱 也没有车费啊 给大学生去做台了榜 我得去复印这个福音信吧 但是连复印的钱都没有 所以我去那个公用电话亭底下 就找来找去看看 有没有别人掉落的那样的零钱 有的时候去其他地区 做聚会的话 得付车费啊 得付这个饭钱呢 或者说还有一些住宿费 但是我一无所有 所以呢 真的吃饭的时候呢 我有的时候就是光喝水 来填跑肚子 没有地方睡觉 我就在教会的地板上 铺上那个纸箱子 然后躺在地上睡觉 有牧师呢 以前就说大家吃饭的时候 他喜欢在周围转来转去看 有没有人没吃饭 然后我就担心牧师跑到我身边 跟我说 哎你有没吃饭呢 快吃饭 所以呢 我就故意在那个小摊子面前 跑来跑去 看着别人吃乌冬面啊 吃那些热狗什么的 没有一个人喊我 招呼我坐下来一起吃 然后我心里面特别悲伤 我就说 以后那些我会 那些乌冬面啊 什么热狗 我以后会大吃特吃的 然后有一次特别特别艰难 特别特别辛苦 我就开始埋怨神 不知不觉我也在哭 哎呀神呐 我现在去哪玩的吗 我现在去哪跳舞吗 是去赌博吗 去偷东西吗 我没有钱也可以 我可以做世界福音话 虽然这样告白了 可是那基本的东西 你也得给我吗 我真的是太穷了 什么都没有 没有车份 没有吃饭的钱 什么都没有啊 然后有一次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也流泪了 所以我有了什么样的想法呀 因为没有钱 所以我变得这么幸福 没有钱 我变得这么不幸 没有钱 我才这么困难 但是再仔细想想 我是这么学过来的 没有钱不行 没有钱 你又会 没有钱 然后我也吃过苦头嘛 所以按照我学过的 按照我的经验 哎呀没有钱不行 得有钱 其实这个是完全大错特错的 各位没有钱的话 你会失败灭亡吗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同有 有钱的话 你就成功了吗 我没有钱的那个时间 我没有 因为没有钱 不能出去乱逛 结果呢 那个时间呢 我更加集中于神 更加集中于话语 更加集中于现场 回头一看 真的是我享受了天上的祝福 那时候呢 真的是肚子 经常饿肚子 然后很辛苦 所以现在我看到那些贫穷的人 我能够去理解他们 神那个时候就准备了我的心 因为神要负责我的人生 教育者得有这样的确信 才不至谣动 可以一辈子去传福音 如果我只是跟着那些 有钱的长老 趁势后面 跟着他们去喝茶 喝咖啡 然后不理那些贫穷的人 我可以正确地去目会吗 所以没有一个人帮我 我也可以活下来 这个我的口袋里有钱 也没有钱 都没关系 只是仰望神 能够活下来的 这样的方法 这个是在我贫穷的时候 都学会了 没有钱就失败 有钱才成功 并不是这样的 各位 你生病的话 你就失败了吗 那么反过来讲 你健康就得胜了吗 最近 就是那些非常健康的运动选手们 他们因为学校以前 他们校园暴力 现在吃尽苦头 因为以前他们向别人施暴 这个去霸凌同学 所以呢 现在那些受害者 起来讲话了 所以健康不一定就是得胜 那么你生病了 你就是失败了吗 克罗斯比他是盲人 可是他写了九千多首赞美 在全世界成为了 用医治的赞美学教师 学习好 上了好公司 那就成功了吗 那就得胜了吗 那么现在很多人 上了很高的位子 但是他们的处境 却异常的悲惨 那么我和各位失败了吗 我们能够向神做礼拜 我们是最高蒙福的人生 是最成功的人生 难道不是吗 我和各位是得救的神的儿女 可以向神做礼拜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 更大的成功了 遇到了大的困难 因着什么失误 错误 去了监狱 难道这就失败吗 这些全部都是按照我学过的 我的经验 我刻意我里头的基准来判断的 阿尼西姆 他偷东西 去了监狱 结果在那里见到了传道者 保罗 他完全改变了 成为了传道者 成为了以福所说的监督 就是成为了幕会者 所以呢 我的想法 我的体验 我的刻意 我的基准 全部都放下来 要常常在所有的事情上 要去提问 神您的绝对计划是什么 让我和各位成为 能够这样提问的人 要常常在所有的事情上 特别是我们在经过 我们人生旷野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经济问题 旷野问题 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来临的时候 为什么这样啊 不要这样想 而是 去提问 神您的绝对计划是什么 如果没有钱的话 那就少用点 少吃点 少花点 但是我和各位是 已经得救了神的儿女 是能够向神做礼拜的 礼拜者 是奔向二三七 一直顶峰的 这样的传道者 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祝福 神分明活着 神向着我和各位 拿着经人的计划 所以我们人生的旷野 我们在经过人生旷野的时候 我们得持定住神的绝对计划才行 那么 活在埃及的 以色列百姓 向着他们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向着活在埃及的以色列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 有一天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上 活在属灵的埃及的 人生 上面 神向着他的 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现在在属灵上 还活在埃及里面的人 在属灵上 还活在埃及里面的 这样的家人们 那么向着那个埃及 向着在埃及的 以色列百姓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 要明白这绝对计划才行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来到了埃及 为什么我在埃及过 奴隶生活 神活着呀 神的百姓不就是以色列吗 从亚伯拉罕开始 亚伯拉罕以色 雅各的神 后来通过约瑟 他们来到了埃及吗 神活着呀 我是神的儿女 没错呀 为什么我活在了埃及呀 神的百姓 为什么活在埃及呢 并且神的百姓 为什么 在侍奉法老王 这样一个王呢 为什么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好不容易才能够吃口饭 却在造偶像神庙的事情上 做奴隶 在那边混口饭时 对此 得找出理由来才行 准确的来讲 不是对此的理由 而是得找出在此的真正的理由 不是外头表露出来的理由 而是要找出根本的理由 哎呀 就是因为你 就因为他 就因为我没钱 经济的问题 不是肉体的理由 而是要找出属灵的理由来 为什么我身上发生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家庭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儿女身上有这样的问题 去埋怨人 去怪别人的话 也是没有答案 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只能去哭 只能在那边咬牙切齿 所有的人都是被害者 那么真正理由是什么 根本的理由是什么 属灵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得正确了解才行 为什么神的百姓 开始住在了埃及 为什么神的百姓 开始去侍奉法拉王 为什么神的百姓 在埃及这个国家里头 做奴隶 这些呢 不是向着埃及的神给的提问 而是给活在属灵的 埃及的我们神的提问 这个时代活在属灵的埃及里头的 所有人的 神向着他们的提问 为什么神的百姓 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各位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啊 不是你自己选择 然后出生的吗 为什么活在这世上啊 为了什么你这么拼尽 全力努力的生活呀 为了什么你这么努力生活 就要努力去成功 努力失败 然后呢 家人们拼命的互相伤害 家人们拼命的互相 就是受伤 努力的吃饭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吵架 有天死了 这个难道是人生吗 如果这个真的是人生 是真正的人生 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像有的人讲的话 那不出生反而更好啊 为什么出生了之后 这么争吵 互相伤害 彼此受伤 那还不如不出生呢 那最好呀 如果你出生的话 那还不如快点死呢 所以 有人说 自杀 是这个 最高的选择 就是舒本华的理论 如果没有神的话 他们的话 也许没错 但是呢 神分明活着 神分明活着 神照着神的形象 来造了我们人 唯一的 就是把我们人 是按照神的形象 造出来的 其实把一切的福分 都赐给了我们 但是呢 人被撒旦欺骗 犯了罪 离开了神 从那个受起 所有的问题就开始了 没有理由 他们活在世上 出生在世上 看这个圣 圣经里头 哥林多 前书十一章四节里面说 世上的王 不是法拉王 而是 成为了撒旦的奴仆 只为了我 只为了钱 只为了成功 努力过生活 努力失败 热心的 努力的互相伤害 备受折磨 为了我 为了自己 为了钱 过生活 过来属灵的问题 过来精神的问题 肉体上备受折磨 然后有一天死了 去了地狱 本人的 属灵的问题 原样的传给儿女 在撒旦的支配下 做仆人 在属灵的诅咒 灾阳里头 过生活 但是这理由 到底是什么呢 能够明白这个 就是神的绝对计划 啊 我们离开了神啊 所以 我们不能够胜过 撒旦的攻击 不能够解决原罪问题 我们离开了神 绝对不能够 解决的属灵的问题 抓住了我 我和我的家庭 这创世三章 从这创世三章 开始的属灵的问题 沿着我们的家门 沿着我们的父母 然后到了我身上 在我的灵魂里头 被属灵问题充满 我的心里头是这么久以来的 这些伤痕 创伤全部都充满了 在我的想法里面 全部都是黑氧空虚混沌 这个就是 双经里头所讲的人类 真正失败的理由 有很多学识的人 他们有一天倒下来的 真正理由就在一次 有很多有钱的人 他们非常成功 但有一天倒下来的 真正的理由 根本的理由 还有这样的属灵的理由 以色列百姓 什么时候从埃及 摆脱出来呢 抓住《出埃及记》 三章十八节 羔羊的血 他们抹上羔羊血的那一天 法拉王倒下了 奴隶生活结束了 他们从埃及解脱出来了 在此 有神向着我们的属灵祝福 那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一章 二十九节 世纪约翰要给耶稣 施洗的时候 他说 看了 神的羔羊 背负是人之罪孽的 抹羊血的那一日子 一切的诅咒灾难都结束了 因此神的羔羊 除去了 背负了我和各位 还世上所有的罪 在十字架上死去 神的羔羊耶稣 因着这样的耶稣基督 瓦克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他带出了我们所有的罪 原罪自犯罪 祖先拜无相的罪 基督献上自己的生命 他带出了我们所有的罪过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也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节 十二节 因着基督 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神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一切的诅咒 在央世上的权柄 地域背景 全部都倒塌下来 倒塌的这位 倒塌这一切的这位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说 罗马书八章二节里面说 在基督里头的人 是绝对不会被定罪了 因为此生命和圣灵的律 从罪和死亡的律中 解放了我 释放了我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那听我话 那听我话 又信 差我来者的 就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 无论什么都没有办法 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基督的爱隔绝 活在属灵的埃及里面的人 我们的家人们 我们的自身 我们周围的很多的人 向着他们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 用英文来讲extos 从那里出来吧 就是出埃及 怎么讲呢 这句话 相信耶稣基督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将这个耶稣基督作为 我的救主 我的主人 我告白的时候 把我的人生 全献给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成为我的主耶稣基督 这基督成为我的一切 唯独基督 到了那天的时候 我和各位 能够完完全全的 释放出来 我确信这一点 唯独基督 相信唯独基督的信心 真是靠着神的恩惠 靠着礼物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救恩 所以从我们的立场来讲 我们必须集中于福音 必须集中于正确的福音 唯独基督的祝福 我们要正确享受 愿我和各位成为这样的人 第二点 那么 在旷野里面 向着人生的 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肚子饿 头渴 白天很热 晚上冷死了 这亚摩尼总是来攻击我们 他就会来讲 经济问题 健康问题 家庭问题 儿女的问题 人生 经过人生的旷野当中 像着他们 有神的绝对计划 这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其实呢 他们自己不清楚而已 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抹羊血的那天那一刻起 其实呢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抹羊血的那个时间 旷野的祝福也是那一刻 决定好了 神虽然提前约定了 但是抹羊血的那一天 这个祝福确定下来了 旷野的祝福 直到进入迦南的那个应许 征服迦南的应许 抹羊血的那一刻完全结束了 可是不知道这些而过生活 丢失了这些而过生活 所以他们在旷野不断地吃苦头 换句话来讲 我和各位真的相信耶稣是基督 将这耶稣基督 接待为我的救助 我的主人的那个瞬间 从创世音三章开始的 数千年的黑暗 会屈膝在翁的脚前 只不过自己本人不清楚而已 是永远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相信耶稣的瞬间 一切的问题诅咒灾阳 在相信耶稣的瞬间都结束了 所以接待耶稣基督为救助的人 撒旦是绝对不会胜过你的 撒旦绝对胜不过你 撒旦绝对不能吞灭你 地狱背景绝对不能让你灭亡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胜过了撒旦 已经胜过了 撒旦已经胜过了 地狱地狱的那位基督在我里面呀 所以撒旦地狱再要不能够胜过我们 可是呢 很多人在此还不能相信这一点 信不了这个部分 所以总是丢掉这些 而去就这样过人生 带着在埃及学过的知识 经验 基准 刻印 在那边来判断 来思考行动 挣扎 虽然已经出了埃及 但是还过得好像在埃及一样 身体出来了 但是这个心怀意念还在埃及里头 树林的状态还在埃及里头 所以经过旷野的 我和各位 神最信任的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一卫纪26章 12到13节 各位还记得吗 在旷野里面神给的这样的信息 我是 我做你们的神 你们做我的百姓 我把你们领出埃及 我也折断你们所付的 这个奴隶的恶 将你们停上而走 这是神呼召以色列百姓 把他们带到西奈山脚的时候 给他们这样的话语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折断你们所付的恶 像神的儿女一样 你们要堂堂正正的停身而走 走向迦南地 神这样讲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在旷野里面 真的遇见神 与神同行 我们带着神儿女的这样的身份 恢复这样的身份 我们祷告的时候 彰显的宝座的能力 还有金人的属灵的事实 权柄 宝座的背景 这些 拿着这些 我们绝对不会再动摇的 独救的确信 神儿女的确信 神引导我们的确信 祷告英勇的确信 受罪的确信 胜利的确信 拿着这个确信 要完完全全改变人生的流向 因为以色列百姓只要一有空 他们就说要回埃及去 所以得从这人生的流向之中 摆脱出来 从埃及里头摆脱出来的话 我们现在要走向迦南地 人生的流向要完全改变 所以我和各位呢 要集中于福音 要集中于话语 要集中于祷告的话 拿着神所赐的身份权柄 背景 确信 人生的流向要改变这一切 这样的祝福呢 就是神向着我和各位的绝对计划 并且呢 神在矿业里面给了什么呢 给了我们约会 并且给了我们能够放约会的圣母 和安息日一起 赐着我们要永远守的这个三节七的这个律 所以这是旷野当中最重要的三个核心 约会 圣母 三节七 约会是什么呢 持进住 牢牢持进住 神赐的话语和应许 不要想得太难 约会就是什么 持进住 应许而走 圣母是什么呢 恢复礼拜 神以神为中心 以礼拜为中心 以话语为中心 以应许为中心 改变你人生的中心轴巴 所以在圣母里头 做礼拜的会目 持进住在会目里 做礼拜的内容 再回到家里头享受 圣母会目 拿着这个 让你的人生完全改变为 以圣母为中心的人生 并且 每天 基督已经结束了一切 持进住这个 而过人生的愉悦节 每天 拿着神所赐的 圣灵充满 能够持续享受的五星节 每天 享受宝座的祝福 享受宝座的背景 征服现场 收藏节 每天愉悦节 每天五星节 每天收藏节 享受这三个 而过你的人生吧 准备好了这一切 你们进入迦南吧 用计划来概括的话 像这埃及的 神的绝对计划是 出埃及 X-Dose的话 那么在旷野里头 神向上他们 绝对计划就是什么呢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都绝对不会动摇的 能够征服迦南 也绰绰有余的 个人 属灵系统 你们要具备个人属灵系统 身份 权柄 背景 要恢复过来 拿着约柜 圣母 三节期 无论去哪 都能够存留下来 无论去哪 都能够得胜的 我自身的 属灵的系统 得具备 神经人应许 会目 账目 每天每天 二十四 月节 收藏节 还有五旬节 所以二部信息 这个青年领袖会的时候 又讲了 宝座的祝福 要进入到我的灵魂里面 要做这个祷告 我一切部分 一切的事情 要跟二三七 连接起来 二三七的音韵 并且超越时空的话语 这话语的成就 享受这个的奥秘 要找出 变成你的系统 所以我和各位呢 上周也是 我们讲了 不要陷在 旷野里头的问题当中 旷野的音韵里头 不要陷在里面 问题不是问题 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因为你活在 那个 属灵的埃及里面 但是呢 恢复基督的 必然性的时间表 拿着属灵的时间表 进入江南的 绝对性的计划 不要陷入问题当中 而是在问题里面的 必然性的祝福 以及绝对性的祝福 要找出来 反之不要陷入 这个英语里头 流变之派 加德之派 他们还没有进 迦南呢 但是他们愿意 留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他们陷入了 英语里头 所以神说 不要陷在英语里面 那边还不是 迦南呢 你们现在领受的 经济的英语 健康的英语 而你们上了 好多公司 我买到了新的楼盘 不要再次满足 那个不是迦南 我们现在在走向迦南地 我们在走向迦南地 不要陷入音乐里头 也不要陷在问题里头 而是准备你的属灵的状态 准备你的器皿 要找出你的个人 属灵的系统 我和各位呢 在旷野里面呢 一定要找出 这样的属灵的系统 一个多不辣的 你们要进入迦南地里面 那么最后呢 向着迦南的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进入迦南里面 有这样的市罗这个地方 现在把这个圣墓 完全就是固定在市罗 那个地方吧 因此呢 直到这个圣殿完成为止 三百年之久 这个圣墓都在市罗 这个地方 那边有大祭司长 还有重要的三节期 都会在那边守 所以神呢 神的绝对计划 进入迦南地之后的 神的绝对计划 就是建造圣墓 向着全世界要见证 神活着 世界福音化 这就是世界福音化 用今天话来讲 就是二三七一致顶峰 但是有问题啊 现在光男子就有六十万 如果加上女人 还有孩子的话 差不多就是两百万人 就有这样的资料和记录 这个加南地就分了这个地界嘛 其实加南地 其实没那么大 也就是跟我们国家的 江源道差不多到 从上到下 可能也只有二百四十公里吧 然后呢 南北就是宽的地方呢 大概八十公里 窄的地方四十公里 跟江源道差不多 像江源道一样 也是多山地区 两百万要进入到 那个地区里头生活 每天守安息日 从江源地全境都聚集起来吗 其实呢 各位江源道的树草 东海 圆州 如果要经常聚的话 不容易 因为都是山路 即便你有车的话 也这个出行不是很方便 那个时候呢 更严重嘛 情况对吧 那该怎么办 好呀 这安息日得做礼拜 重要的时候得献祭 所以呢 二部的时候 给我们重要的答案 这是什么呢 所有的支派 自己所领受的这样的 基业产业 就是他们的地图 他们所领受的 这样的产业地 为了立位人 为了这个立位支派呢 要建造这个诚意 给立位支派 你们作为基业 所领受的这样的地图 为了立位支派 你们要建造诚意 神这样命令了 所以呢 不是立位支派跑来跑去 而是让立位支派 能够生活在那个地方 给他们这样的诚意 也给他们的这样的交易 所以呢 分散在12个支派 分散的每个地区 都让立位支派分散进去了 所以立位支派分散在了48座城里头 为什么呢 刚刚也讲了 在世罗那个地方 虽然有这个圣墓 但是每天没办法 跑到这个世罗地方去聚集 所以让他们分散在48座城 所以立位支派 本来是献祭做礼拜 还管理圣墓的人 对吧 所以呢 这些立位人呢 他们分散到所有的地区里头 持续福音运动 持续做礼拜 向着黑暗的地 向着全世界 要去兴起发光 要去持续这使命 神为了让他们这样 换句话来讲 进入迦南地里面 也是不要丢失福音 不要丢失礼拜 不要丢失你们的使命 所以三节期 他们才聚会到圣墓里头 但是平时呢 通过这个立位人 他们来献祭 然后安息日呢 向着圣墓在自己的帐墓里面 打开门向着圣墓 然后在家里面做礼拜 立位人 他们教的这些 十二个支派话语 教的他们信仰 只有这样 出生在迦南地的新一代 他们才能够继续听福音 才能够学习礼拜 才能够明白使命 在这里面有最后一个重要的教训 为什么 神没有提前把这个地给立位支派 而是让所有的支派 把他们所领受的产业 地图 然后再分给立位人呢 当然这个当中也有 神已经赐英语给立位支派 这样的意思 但是所有的支派呢 一定要参与到 共同参与到 话语福音 礼拜 与使命之中 所以我人生 你们的人生当中 有这个立位人的诚意 有这样的立位人的诚意 过生活呢 神给的这样的基业 我的家庭里面 建造了立位人的诚意吗 神给我们的基业 职场当中 那里你建造了立位人的诚意过生活吗 这个产业 基业 意思就是说 神从上头赐下来的礼物的意思 我人生也是神的礼物 我的家庭 我的儿女也是神的礼物 赐给我的健康 我的职场生活 全部都是神所赐的基业 神的产业 神的礼物 在这个当中 你要建造立位人的支派 为什么呢 这个才是你活下来的道路 这个才是我人生的 二三七 我的人生才能够与二三七 与一致与顶峰连接起来 一致起来 所以我人生呢 我们家庭呢 我们职场呢 该怎么样才能够与二三七一致呢 明白立位支派 在一切地区建造立位支派的诚意 明白这个理由 那可以 那么 怎么样才能够建造起立位人的支派呢 第一个 怎么能够建造立位人的诚意呢 第一个从定时祷告开始 各位 你们人生与宝座相通的 与宝座沟通的 神的宝座祝福 要完完全全出满在我的灵魂里面的 要享受宝座祝福的这样的 从这个祷告开始 这个是建造立位人的诚意 并且在我各位的家庭里面开始定时祷告 我们的公司 我们提前30分钟去上班 在这个公司里头做定时祷告 第二个 通过定时祷告 有一天 有了这个生命运动起来 那么开始做Talapa 做这个话语运动 用了能够新起来 这个就是立位支派的诚意 就是建造立位支派的诚意 因此我和各位的 这个公司家庭职场里头 愿望能够起来这个Talapa运动 有这个新冠疫情也没关系 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渴慕 死在现场里头 所以愿望你们能够通过定时祷告 开始这个话运动 并且要建造立位人的诚意 是什么意思呢 要参与到地区福音化当中 所以现在我们连低地区 连低区我们的区域里头 我们的圣徒们 同心合力一起祷告一起礼拜 现在呢做礼拜的这个场所 也是我们长老和劝势 这对夫妇 他们一分钱也不收 这几年当中就是免费提供这个场所 所以我们在此 做这个周三礼拜也做了很多的训练 这个空间呢 我们贵重的长老劝势 是他们建造的立位人的诚意 所以我和各位该怎么样能够参与到地区福音化里头呢 开始这个提问 开始祷告的话 我们在地区里头的 我们地区里头的这个软弱的圣徒们 倒塌下的revenant们 生病的人 我们去照顾他们 去照看他们 去找他们 去为他们祷告 去养育他们 把他们带进来 这个全部就是建造立位之派的诚意 就是共同参与到地区福音化里头来 并且呢 第三个 共同参与到建圣殿里头 这个也就是建造立位人的诚意 所以我们是说建圣殿的奉献啊 还有教会的奉献 他也讲了这些内容 我们里头 在我们赐给我们的产业基业里面 我们献上我们的一份子 共同参与到建圣殿里头 参与到教会的各个奉献里面 第五点 共同参与到这个世界宣教里面 宣教是代替我们出去 所以为了他们我们去祷告 我们去奉献 所以用祷告用奉献 用献身 我们来建造立位之派的诚意 我们可以的 完全的下结论的话 现在在基督里头 我和各位都是属灵的立位人 为什么立位人之派 神没有给他们地土基业呢 给了其他之派的地土基业 为什么没有给立位之派呢 因为最棒的这样的基业 他们已经领受了 就是什么呢 是什么基业呢 立位人的基业 立位人的地产 就是神自己 所以我和各位所领受的 永远的基业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 神国保有与生命 这样的永远的福分 永远的基业 就是基督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最棒的产业 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 神的国 这是最棒的基业 神所约定的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以及得到成团 直到地级 做见证人而过生活 这样传道者的生活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 永远的基业 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 所用的财产地理 还有这样的权力 不是我们的基业 我们永远的基业 就是基督救神的国 就是唯独圣灵充满 享受这样的圣灵的祝福 做世界福音化 然后到神的面前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 永恒的基业 所以呢 神让立位之派 分散所有的地区 要去救活加南地 一样我们的所有的圣徒 分散所有的地区 职场里头 敢当起立位之派的使命 那么这一地 这地上分明成就 这个神的国 这就是神向着我们的 神的绝对计划 所以结论上面来讲 在埃及里头的人 神的绝对计划是 你们因着基督 要Exodus出埃及 在跨越里头的 神的绝对计划是什么呢 以圣母为中心 你要建造个人的 属灵系统 第三个 向着江南的 神的绝对计划呢 就是圣母与世界 福音化 在这个当中 要建造立位之派 人的诚意 这就是神的绝对计划 我和各位呢 真的决断下决断 这个真正的誓约 而三级一事顶峰 具体的我们俩 共同参与到当中 用祷告 用奉献 用献身 用施工来一同参与吧 我们来进入 神的绝对计划当中 愿望我和各位 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同心合一来祷告吧 持定如今天的话语 我们同心合一 在神的面前祷告吧 永生的父神 感谢您 主您是基督 请不吝点赞订阅